你有沒有想到得獎感受 你有沒有想到得獎感受 我的得獎感受 我今天感到非常之緊張 亦都非常之開心 亦都很感恩有這個獎 因為我沒想過 我沒想過會有今時今日的成績 亦都是 我沒想過這麼快就可以拿到這個新人獎 還有可以成為一個在樂壇中的女歌手 現在就拿獎了 其實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動力令我去做更加好 更加不同的作品給大家 所以多謝大家支持 亦都多謝大家支持我們所有在樂壇的所有的歌手 所有人 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因為我還未是一個以單人名義出道的一個女歌手 因為我還未有自己的排台歌曲 所以我這次是第一次以 After Class這個組合的名義去獲得這個組合獎 所以我是以我們的團體感到真的很榮幸 而且真的很感謝所有幫助過我們的人 無論是監製隊 或者是所有背後製作團隊 還有每一位支持我們的粉絲 就是因為我覺得沒有你們 因為不會有我們今天的成績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你們的支持 我也希望我們之後可以出更多好的作品 以及給大家看更多驚喜 以及進步給大家看 我認為是值得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因為一直以來大家可以說是共同成長 但是卻沒有一起獲獎 所以在這次 真的大家一起獲獎的時候 我覺得那種 開心的感覺是很難去形容 如何開心 因為真的 我們四個經歷過的事情 我們四個才知道 所以 雖然不是說經歷過很多很多 但是 都可以說不少的了 那就真的 很開心 今天 我就拿了兩個獎項 一個就是 After Class 一起去拿的一個獎項 一個就是 自己個人單曲 新媒體 歌曲的一個獎項 首先 我很開心拿到After Class 這個獎項 我們第二個 第二個 組合獎 那 我很開心就是 今天可以表演 《Not Giving Up》這首歌 希望大家喜歡 因為是 T媽第一次幫我們監製 去跟她第一次合作 除了Yui之外 就是 我們After Class 第一次跟T媽合作的一首歌 那 很開心是一種 新的曲風 所以希望大家喜歡 那第二首歌就是 Hashat BFF 剛才我在台上 留了多謝 Edward監製 和製作團隊 就是 Phil 阿牧 和黃紹明 他們都 在這首歌上 幫助了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 很感謝他們的付出 和 很感謝大家 喜歡這首歌 所以 希望 2023年 我們After Class 會帶到一些 新的歌給大家 我自己 可能歌人 又會帶多些新的作品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 喜歡 還有 多多留意 Thank you Thank you 我覺得 拿不拿獎 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反而是 出到一首自己的排台歌 我覺得是真正需要 覺得 喔 對不起 我覺得是真正要覺得開心的東西 就是拿到自己的排台歌曲 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人 就是我覺得每一個出道的歌手 去拿到自己的第一首排台歌曲 是一個 就是當時一定是最開心的一件事 還有 我覺得 今次的排台歌曲這首曲風 都是 我覺得比較難去駕馭到 和比較難唱 所以 沒有說他一定要拿那個歌 去爭什麼獎 而是 更加希望各位觀眾會喜歡這首歌 和去欣賞這首歌 有很多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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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感想可以 其實我很開心 超級開心 有一班我的粉絲 所以 米粉 就幫我 做了很多的應援 又幫我 又 從星夢開始 一直 到現在 都支持我 其實 粉絲這件事 我之前是沒有 我當粉絲這件事 是一件好小事 就是 我 可能我小時候 我很喜歡看一些藝人 看到他們 有很多粉絲 究竟是不是真的 有這麼多粉絲呢 但是 當我自己 成為了 這個 都是成為了樂壇的人 我就 感受到 其實粉絲 對我來說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我也很開心 有他們的支持 都知道他們 都花了很多時間 心機 去 出席我們的活動 或者 去幫 或者他真的 付出了 幫我們做一些應援 都花了很多錢 或者 總之 用這些方法去 支持我們 所以我很感恩 有你們 所以 我就 很多謝你們 很多謝你們 這麼支持我 和我們 除了粉絲之外 幕後的工作人員 都很努力 今年的成績都很好 有否想過四位夾辦 拿多少錢出來 慰勞一下 給你們 嗯 其實 我覺得 金錢這件事 就 真的不可以衡量 我們 對他們的感恩 因為他們 真的 做得太多 事情 對我們 其實 不只是對我們 但是 對我們 經理人團隊 或者對我們 全部藝人 其實都 非常照顧 和很努力 去幫我們每一個人 所以 金錢 真的不可以衡量 我們對他們的感恩 嗯 還有我覺得 每一位粉絲對我們 都是 他們是無條件 對我們付出 所以 跟工作人員都一樣 是無條件 所以 我覺得我們對他們 最好的回報 就是做好每一場表演 和做好每一次的進步 去讓他們看到 就是對他們最好的回報 很容易的 那之前 家裏 即是接下來是通關 那是否你們家人 和老婆 可以回家裏 啊 我 我 是你 即是可以通關 那知道他們 會不會回家裏 可以和家裏一起過年 其實都很想 因為 嗯 其實之前 心心不識又回去 探望過他們 但是 其實我覺得 過年 是一個 對我來說 是一個 重要或者特別的一個節日 所以其實 真的很希望 可以大家一起團聚去過 始終 因為 某些原因 可能 嗯 這個親戚回到去 但是另一個親戚 又未必回到來 那另一個親戚 未必回到來 那個又可能回到去 所以 其實一直都 不是說 很團圓 那 希望 今次的新年 可以大家一起過 還有 爺爺媽媽 或者是 公公婆婆 他們的年紀 都開始大 那 前幾天 我的爺爺又因為 有一點 生病 他就進了醫院 那媽媽的健康狀況 又不是很好 所以 真的很希望 很希望 可以回去見他們 而且 真的 好好去 陪伴他們